谢谢主持人,我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国际在线记者 我的问题想提给李文俊委员 文俊你好,我们知道目前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 那么您作为香港地区的委员 认为香港的青年才俊应该如何投身其中 更好地发挥他们的作用呢?谢谢 谢谢你的提问 我一直以来比较关心香港青年的发展 其实过去几年呢,香港的经济还是发展得比较好的 市率只有3%,可以说是全民就业 但是作为一个香港青年人来讲的话呢 他要是找到一份工作很容易 但是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呢,还是有些艰难 因为香港的市场还是比较小 好多行业根本就不存在 随着那个粤港澳大湾区的建成 加上呢,那个高铁还有那个港澳大桥 马上就能够用了 这个可以说对香港的青年人在大湾区发展呢 可以给到他们很大的一个方便 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的创业和就业的机会 我曾经跟一个香港的一些青年朋友在座谈时 他们也表示非常希望到大湾区发展 我本人是非常鼓励香港青年人在大湾区发展 但是呢,目前呢,他们可以说也会碰到一些生活上的小困难 围绕了一些小困难呢,我也写了一个提案 有没有时间关系,我就不在这呢 一一跟大家介绍了 呃,一边下我们的开工